不过政府对劳保的政策是一变再变 之前引发人民的恐慌 大家都跑去劳保局说 一次领完所有的退休金 造成的去年光是两个月份 有挤兑786亿元 不过今天就有立委说 其实这根本就是政府坑杀劳工的方式 因为如果呢这6万名的劳工一次领 好我们来看看呢 如果你平均的保费跟年龄来计算呢 你一个月一个月慢慢领呢 平均可以领到266万元 不过你一次领完的话 好106万元 这个加起来总共被政府坑了960亿元 民将令委气得破口大骂 就是因为劳保10月被领走436亿 11月被领走332亿 一口气爆发786亿的挤兑潮 政府不闻不问 栽党团要政府保证劳保不会倒 提案修正劳保法条例 要官员负起最终责任 没想到遭国民党团多数封杀 委员会的版本已经送到院会了 人家已经走到前面了 你民进党何必今天用拿这种东西 忽然之间来突袭呢 民进党今天是一个民粹的做法 对于这个大家有共识的案子 大家愿意抽出来恶毒 一个小时就过了 记住这个历史的一刻 为劳工拨护政治最终责任的历史一刻 是被国民党否决的 瑞银痛批国民党立委配合马政府光说不列 刘敬国也质疑马政府刻意制造恐慌 坑杀劳工 因为如果以平均保费年龄来计算 月退奉领到老可拿走266万7150元 但如果像这样一口气拿 只能领走106万5600元 6万名劳工等于被政府坑了960亿 陈冲院长 马英九总统 难道你们不需要来向这6万多个劳工 深深的一鞠躬 表示你们最大的签力 几对潮一发不可收拾 让劳保面临倒闭危机 劳工却也因此损失惨重 年金改革如果没有果断的上位者 将会让人民国家两败俱杀 三星新闻 徐雨薇白乔英 SN小组台北 三星新闻